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 湿乐的非洲丛林探险模型玩具 这里面除了有真实的丛林模型 还有很多动物的模型呢 让我们一起来非洲的丛林探险吧 现在我要来组装模型的第一个部分 这是一个水池 这是一棵枯树的模型 它可以组装到一起 然后放在水池的中间 这里还有一块非常大的岩石 这是一个岩洞 这是一块石头 石头底下有一个洞 在水池的旁边还长满了芦苇 这棵树可以弯倒 变成一座桥呢 接下来又来组装第二个场景 这是小河的一部分 在河流的两边也长满了芦苇和龙石兰 接下来又来组装第三个场景 这是一个瀑布的模型 这个小型瀑布真的有水流流下来 做得好逼真啊 把刚才的三个模型组装起来 就是我们的非洲丛林了 丛林里都有哪一些动物呢 这是一只斑马 斑马的身上有很多黑白相间的条纹呢 还有一只小黑猩猩 它的脚掌看起来好像手啊 这是一只红鹤 红鹤又叫做火烈鸟 它全身都是红色的 还有一只小狮子 这是一只白色的狮子 脚底还有脚印呢 还有一只大狮子 它有长长的中毛 这是一只熊狮 这是一条黑色的毒蛇 它有长长的毒牙 那这是剧毒的黑曼巴蛇 接下来让我们来丛林探险吧 斑马来到了河边喝水 小黑猩猩在树干上面玩呢 盐洞底下藏了什么动物呢 原来是黑曼巴蛇 它喜欢藏在盐洞里 有一只红鹤鹤也来到了这个池塘 蝎子爬到了石头上面 它好像找到了什么 原来是藏在石洞底下的蜈蚣 它们两个是天敌呢 万兽之王 狮子也来到了这片池塘 这片池塘聚集了好多动物啊 小狮子也跟了过来 它在开心地玩耍呢 那我们的丛林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呢 比如说这一只黑色的大猩猩 它是银背大猩猩呢 还有这一只熊猫 又萌又可爱的熊猫 它爬到了树上 非洲的大象也来了 它的鼻子长长的 这是什么动物呢 原来是河马 池塘还吸引来了一只鳄鱼 鳄鱼和河马都是生活在水里的 这里还有一只老虎 接下来这是什么动物呢 如果知道的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哦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丛林探险玩具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记得给我点赞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